大家好,我是胖姐 有很多粉丝不明白我为啥离婚 潜伏现在如何了 其实说实话 我那是这个 第一个阶段婚姻 让娘家给坑了够呛 刚开始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吧 那时候还行 我这孩子他爸也挺任干的 也挺能吃苦的 我们俩在七胎和住 那时候他爸去挖煤 现在可是煤矿嘛,挖煤 后来这活不挺危险的嘛 我们俩就搬到上智回来了 我娘家是上智的 但是娘家上智农村的 我俩就在上智街里租的房 我俩就开三轮车 就是拉银 拉一个银两块钱,一块钱那样的 那钱也十 你看现在都快 二十多年前呗,快三十年了呗 那钱也十 嗯,还行,挺好的 嗯,这期间呢 就是赶上我娘家我大哥结婚 就跟我们家借钱 其实我俩攒了四千块钱 是准备留着买房的 因为攒着租房住嘛 孩子那时候也是三四岁 四五岁了 完了这个钱呢 就攒了四千块钱呢 就借着借给我娘家了 从这个事之后呢 俺家还有他爸呢 就是走欧了这口气 我俩总打仗 他您是显族人 有的朋友都没人有的能了解 显族人的大单子主义 脾气不好 就总打我 打一打你打伤心了就 但这个钱始终我娘家也没还我 当然再也没还 哎呀,就那回事 哎呀,我就是三天不打我 两天早早的 回娘家呢,没有人给我主持公道 娘家没有一个帮我说话的 就是不管不问那种吧 那时候我也挺伤心的 但是后来没有 打的真实在没有办法的 那,哎呀 细节呢,我就不说了 那就真的去剪掉命一样吧 真是那样 他晚上开三楼车回来 因为我白天开他晚上开帮 我听到三楼车一响 跟我吓的身子都秃秃 都嘚瑟 就那样 我就赶紧把菜刀我斧都得藏起来 你们想想的啥样吧 完了就这么一点 就是打到后来 他爸其实不想离婚 也是不想离婚 孩子都有了 都四五岁了是吧 也是不想离婚 但是就是 那种人吧 喝酒 喝大酒 然后就耍酒疯 脾气不好 我也是受不了了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 我认可 净身出户 领孩子净身出户 我也得离婚了 我得活命啊 我这样慢慢把我打死 真的 就那种状态 每天每天都那么过来的 这样呢 我就领孩子 尽身出户就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 孩子就放我妈那块 我就外面打工 挣钱打工 那时候孩子五岁了 这你说实话 从那个家出来 我啥我都没要 我就要孩子 我就领孩子小手 我俩就一家穿一套衣服 换洗衣服都没要 我就出来了 然后孩子放我妈那 我就出去打工 挣钱 攒点钱之后呢 那在饭店上班 要不然我会做点菜呢 在饭店上班 攒点钱之后 你孩子五岁了 上幼儿园呢 我就租的房子 给孩子借过来了 就这么晚年了 慢慢过 一直过到孩子十六七岁了 这期间呢 说实话 我们这个娘的真 就是 就是我 怎么难 不过我怎么难 我没花娘就过一分钱 她没说实话 我倒不是贬低 她们怎么事 或者是啥 老铁粉都知道 没帮着过一分钱 而且这期间呢 我带孩子过日 就那么难的时候 也是一直一直在帮娘家 因为我是个伏地母 我跟我大姐俩 都是伏地母 我们家这个娘的 就只我跟我大姐过日子 实话实说 就包括家里什么大事小情啊 春天买农药 化肥啊 秋天收地啊 家里什么挖 挖那个什么 滋兰水啊 换个房盖 都是我跟我大姐的事 哎呀就别提 反正期间事太多了 就别提了 哎呀后来 你也就真的实在实在受不了 娘家这样了 就是找到辽宁银口来 去跟她 开始过日子 要不怎么说 哎呀怎么 老金啥也没有 你怎么就跟那年 其实说实话 我也不怕大家管笑我 就想离娘家远一点 哎呀这后期的事呢 我就慢慢跟大家渗透 慢慢说 哎呀 反正我这辈子呢 是说实话 在50岁之前呢 我几乎没过过好日子 从小 家庭是中男轻女的家庭 呃长大结婚了呢 没过几天好日的 撑天挨打 也是为了娘家 呃 离婚之后呢 带孩子过了十多年 也是什么苦都吃过 什么罪都遭过 那就别提了 现在想想哈 心里还是挺难受 哎呀这些事都是 我慢慢跟她家说 不能一家说了 因为事经历的太多了吧 就事太多了 就从现在开始 过了熟悉的日子了 虽然小家小业的 不少谁不欠谁的 文文当当的 孩子也结婚了 也抱上大孙子了 这是以后这是后话了 反正说实话 我挺恨我这个娘家的 你们可能是 不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你们没有经历过的话 你们真是不了解 我这从 嗯 结婚之前吧 一直到我 结婚之后 一直到 我五十岁之前 我在怎么帮娘家的 真的 结果到什么样 我后会慢慢给你们说 你们就知道我 对这个娘家有多大的心急了 只能这么说 一言难尽 下回跟你们说一说 娘家这些事 给我打击有多大 慢慢说 感谢大家伙 看我乱乱这一套 感谢啊 明天再接着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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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接着浪